北京时间12月16日8点半 NBA常规赛洛杉矶湖人队克长 挑战达拉斯独行侠队 AD连续确阵 尽管农眉哥戴维斯连续确阵两场 但湖人队阵落履没有让胜利溜走 分别战胜雷霆和魔术 两年胜也让湖人的战绩提升到15胜13负 暂灭西部第六 西部凯威战的竞争非常惨烈 湖人不能有任何松懈的理由 他们必须要全力以赴 积攒更多的胜场 詹姆斯开启全力詹明天课长挑战独行侠 湖人会遇到不小的考验 冬契奇殷商很有可能缺阵 但是过去的两场比赛 没有冬契奇 独行侠都获得了胜利 所以湖人没有轻敌的借口 思想上一定要重视对手 龙眉哥很有可能会继续缺阵 如果沃格尔坚持使用小阵容 詹姆斯不得不继续承担更多的责任 过去的几场比赛 老詹的表现是全明星级别 连续8场20 期间有6场30 两次交出三双 出色的发挥也获得了上周周最佳的称号 湖人冲击三连胜 只要身体没有大碍 老詹会继续开启全力詹模式 当然他也需要更多队友的爆发 塔克触发了安全协议 将会缺席几场比赛 威绍现在的表现 和赛季初是有变化的 尽管失误数还是比较多 连续3场5次失误以上 但他的侵略性 和场上的带动作用有目共睹 作为球队薪税较高的球员 威绍需要从防守做起 继续证明自己 田瓜已经转型成投手 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3分3篮板 三季3分 他只需要做自己 湖人能否冲击三连胜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东气齐因伤缺阵独行侠 目前的战绩是14胜13负 只落后湖人一个胜场 伤病是影响他们成绩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东气齐的缺阵 对球队的影响不言而喻 本赛季东气齐一共登场了21次 场均交出25.6分8篮板8.5助攻 没有他的串联和个人进攻模式 达拉斯人会遇到麻烦 和湖人的比赛 希望波神 小哈达威 伯克 布伦森 史密斯等球员爆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